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 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原青花的底足 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原青花的底足呢 和元代景泽镇的其他的不同的 釉的这个器物的底足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生产的工艺的情况 那么咱们现在首先来看一看这一件 这个原青花的蝉枝牡丹纹的这个大罐 这件大罐也是原青花的标准器 它非常的精美 我们看到了其他的这些特征 我们现在主要来看看它的底足 这个底足呢也是平底 然后呢浅圈足 它里面修的往里面挖的比较浅 而且呢这一件器物它的这种所谓的老化使用痕迹呢 就这个从底足上看 它那种受污染的程度 没有其他的那些器物那么严重 因此呢它的这种 所谓的麻仓土的这种 就直接的就表现出来的非常的明显 它洁白细腻 当然这些这个由于它当时的这个工艺 我们讲过 它泥呢这个成练的不是那么的精细 因此呢有一些气泡的这种产生 这都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再看这一件 连堂这个鸳鸯纹的这个折烟盘 这个折烟盘呢也是 从它的这个底我们看 可以看得出来 尽管有一些这个岁月的痕迹 但是呢它的比方说这个 挑刀痕呢 以及它这个修足的方式啦 等等等等都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出来 这是非常标准的这个器型 这是它侧面看 这是另外一件 圆金花的拔白的 这个凤凤鸯麟纹的这个折烟盘 我们看它的这些工艺 看它的胎用 以及看这个清料的发色 都是非常的明显的 这些都是圆金花的典型的特征 那我们再看一看它的底足的情况 它的底足呢也是一样 浅圈足 然后呢有这个跳刀纹啊 然后它是平底 圈足往里面挖的比较浅 而且呢这个麻仓土的这个痕迹 非常的明显 这个特征非常的明显 透过这个所谓的 这个岁月的痕迹 以及火势红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麻仓土这个洁白细腻 然后又有很多的气泡在里面 那如果你要用放大镜 显微镜去看的话 麻仓土里面 有一些没有淘灯干净的 一些这个所谓的铁离子烧出来 有一些小的黑的长点状的东西 特别明显 那这是一件这个云龙纹的煤瓶 也是圆金花的 我们主要看它的这个气底 这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 那气底呢也是如此 尽管那底部呢 沾有一些当时烧灶的电饼上的东西 但是呢 它并不是那么粗糙 而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细腻的 那透过这些东西 我们看它的这个胎土的情况 胎骨呢非常的坚硬 细腻而且呢是很洁白的 那这一件呢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 这一件钵 虽然也沾有这些这个用 但是呢 一样气底的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看出非常明显的特征 都是属于典型的圆青花 圆青花的这个特征 那么这些通过这些特征 我们要熟记于心 对于充分学习和掌握 如何辨别圆青花的真伪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除了啊 这个要看圆青花之外 我们还要看同时期 景德镇所生产的其他的产品 我们看这一件这个右里红的玉户春平 他呢也是秉持了一种 就是他的底足是石满右 这个满右是底 只是足的这个部分 他并没有石右 而是他的这个相同的特征 而且修足的方式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一件也是这个圆青花的 右里红的龙纹四系方胡 那么不是圆青花 就是元代右里红的 那和圆青花的这个四系的方胡 是具有相同的特征 特别是底足的情况 无论是从修足 以及从胎骨的情况 我们都看得出来 和圆青花是采用同样的啊 这个磁泥所制作出来的 因此呢 他会有相同的啊 这个东西 这是另外一件的右里红的玉户春平 他的这个是啊 清白右了啊 也是底足内啊 施的是满右和我们看到的圆青花的这种施满右的啊 是一样的 有一些是半右的 那么他的修足方式啊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证实了 圆青花当时的这些这个修足立批的方式 这是一件这个红右的啊 这个离心壶啊 那么他也是施满了右以后 然后看在 底足露胎的部分 我们看出来胎骨的情况 也是啊 和圆青花具有一曲同工之妙 而且他的修足方式也是相同的 这就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证明啊 圆青花他的当时的时代的工艺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件啊 圆代的季兰釉的苗金的一个仪 那这个仪呢 他的底也是没有石油 这就当时啊 这个圆代的生产的瓷器 基本上啊 基本上就都不石油 都是属于沙底 那么他的这个沙底呢 我们透过啊 这个放大镜显微镜去看 对比呢 证实这个胎骨所使用的这个胎泥 也是属于是用的是麻仓土啊 这都从另外的不同的侧面来证 来印证圆青花当时的这个生产的工艺的情况啊 我们做这个瓷器鉴定 不仅仅要掌握这个啊 所谓一个器物的 他的这个特征 我们还要掌握同时其他产品 他的特征 以及呢 同一个时期啊 不同的器物 比方说同样是这样的器型 但是呢 是可能是啊 铜器金器银器来相互印证 来印证器型啊 来印证文饰等等等等 对不起 那我们看他的这个胎祖也是相同这样的情况啊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这些知识 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 单纯单纯的就是所谓 用一个方面的一个东西来想啊 这个 鉴定一件器物 那个是这个叫疑点 以偏盖全了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综合的考虑 综合的去分析和判断 最后得出这个 鉴定的结论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